越来警分局在清明连假期间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另外在重要路段也编排了防治酒驾的勤务 4天之内就取缔有8件的酒驾案件 越来警分局在清明连续假期期间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之外 另外对于重要路段编排防治酒后驾车勤务 4天内即取缔8件的酒驾案件 本日清明连续假期应受到0403地震的影响 整体的车流及扫募人潮并不多 那这里要呼吁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 喝酒不要开车也不要超速 以确保自己以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越里班局交通组长陈伟杰表示 虽然受到0403地震影响造成 这一次连续假期的车流量有减少的情况 越里班局贯彻酒驾零容忍的目标 特别针对酒后驾车的部分严格实施防治 成效显著也降低了酒驾肇事的风险 也呼吁民众应该要遵守酒后不驾车 以及饮酒后隔天所产生的宿醉情形 以免付出高额罚缓甚至遭受牢狱之灾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